作词 李宗盛 这次要送煤气给一个老顾客 一个老乡识 蔡女士 大牌5号 12楼 6号 一桶煤气 我第一次看到蔡女士 是20年前 年轻人 阿嬷 我老人家才可以驼背 我是天生的 两个驼背的人 就在那瞬间 相识了 我扛的是一桶煤气 他扛的是一个家 自从她的女儿过世 蔡女士独自扛起这个家 是他们上一代 才有今天的我们 一个家 又算得了什么 为了补贴家用 他帮人家包办伙食 这些年来 我经常到她的家 送煤气 妈 煤气 刚刚好 阿坚快回来了 阿坚已经回来了 进来 阿坚 妈 今天你生日 阿嬷煮了面线 你吃了身体健康 快高长大 又是面线 你只会煮面线 我不要 我要生日蛋糕 我不能生日都有生日蛋糕 只是我没有 妈 不要管狗狗 他每次都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不要难过 妈 你不用担心了 总有一天 他会明白你的心了 煤气用完了 要打给我 有他们在的一天 哪里可以没有煤气 那我走了 谢谢你啊 好 搬走 他看起来 就像一桶永远用不完的煤气 但随着时间 煤气筒的煤气 也会空荡的 孙子都长大了 翅膀也变硬了 十月楼 越好防的炉火 少得越来越小 失去了从前的光芒 我也很少 其他的家送煤气了 没料到今天 我都没有叫煤气了 阿嬷 是我叫的 阿嬷 生日快乐 还有你们啦 阿嬷很久没有看到你们了 阿嬷 好想我 阿嬷也是很想你啊 阿嬷 你八十大时候 你知道我要煮什么吗 煮面线 让你吃了 身体健康 快到长大了 你不要动阿嬷了 好 我现在煮给你吃 好 阿嬷 喝水 谢谢 好幸福 妈 我先走了 妈 我先走了 谢谢你啊 再见 我心虽然只能回味 一同年是竹马情辉 两小无财如变相随 我先走了 别忘了 我先走了 谢谢你 你满了